好 那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新制图 你要把刚刚那个 我们 规划 规划人生的那个部分 你要把它 把它的演算法给摘要出来 其实也可以 其实也可以 但是呢我们是透过刚刚的 一个实作的方式 从你 一开始有想法 好 从一开始有想法 然后你去Google一些资讯 Google一些资讯 进来之后 然后开始做分类 稍微把资讯做整理 那整理完之后 开始规划你的 目标的期程 好 然后在最后把它 印出来之后 然后把它贴在床头 每天看得到 把它变成你的具体的 实施的策略 跟行动的目标 这样 跟那个贴在床头 还有一个暗示作用 那个也是笔马龙效应 心理暗示作用 然后也有脑神经科学 相关的理论在里面 所以这样的一个流程 你会发现 当我们在用心智图的时候 其实刚刚那个流程 跟上次的写作用的流程 有点像 你在运用心智图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也都是 类似这样的流程 类似这样的流程 那你要看你的需求 其实是依据你的实际的需求 你会去做一些应用 跟修正改变 那所以 如果你可以看到 后面的 就是你的刚刚的 那个心智图的学习历程的部分 你那个步骤 那几个步骤 你可以把它抓出来 你可以自我演化 出自己的步骤 那其实你就已经进到 那个中阶 中阶了 你的后色认知 已经进到中阶了 我不想各位眼睛闭起来 回想一下 刚刚你的 使用心智图的历程 各位眼睛闭起来 再回想一下 眼睛闭起来 一开始决定主题 对不对 你的主题是什么 然后呢 你开始去Google Google一下 我要达成这个目标 我需要的能力有哪些 对不对 你把这些资讯通通 找出来 列在第一层 对不对 列在第一层 那这个在心智图上面 叫水平思考 扩散思考 好 那你扩散思考 找到了很多的知识点之后 然后接下来我们做分类 所以第二步是做分类 你把这些资讯 稍作整理之后 整理出一些大类 大类整理出大方向 那整理出大方向之后 其实你可以跟上次写作那个一样 你可以稍作整理 看看你的架构有没有完整 有没有缺哪一块 然后可以再去补墙 也可以这样子 好 那整理出来之后 你的架构完整之后 你已经变成已经 你已经进到充分理解 你的达到未来目的所需要的能力 对不对 你已经充分理解了 你已经充分解析出 未来那个目标 需要怎样的能力 这是在这个阶段 你已经达到的事情 那接下来就是要规划 我要如何成功 所以你就去把 你从现在到目标 还有多少时间 这中间的时间 什么阶段 可以做哪些事 你把那些具体的内容 把它抓出来 具体的 要做什么事的内容 抓出来 做了这件事 我就可以达到那个具体的目标 然后可是你还要切 教材教法各位知道 那个阴架 近代区理论 所以你在 你在做 在切那些目标阶段的时候 要切比较简单的 先做 然后再来呢 简单的会了 再来中等难度的 再来高等难度的 你就切 所以我们就分阶段切 国中 国小可以做什么 高中大学可以做什么 然后甚至平常日常生活中 就可以不断精进的 有什么 就这样去切 切出来你的 所有的 那个可执行的具体内容之后 你已经具体规划出来了 接下来就是把它 付诸行动 付诸行动 所以最后一个阶段 就是你把它印出来 然后每天就看到它 然后每天就去 行动 好 你就会对你的 对你的 你就每一天都会 距离你的成功会越来越近 好 所以请各位老师 睁开眼睛了 好 所以不晓得各位老师 有没有体会到 刚刚那个新制图的用途 跟它的好用的地方 好 你从来 你可能会有一种感觉 我从来没有对自己的未来 这么清楚过 好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未来 还是说你有没有带着孩子 想过他的未来 好 未来一直都是很模糊的 但是经过刚刚那个 那个整理规划之后 是不是瞬间就对未来 非常的清楚 好 那一个对未来很清楚的人 他的人生的轨迹 绝对会跟 那个到现在 到大学毕业 到研究所毕业 还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的那种 好 要容易成功的多 好 那我想早上的部分先到这边 好 那下午呢 好 下午我们就要来讲一下 那个最后 最后的 最后的绝招了 最后绝招 好 然后顺便把那个 那个那几个重要能力 我再聚焦一下 好 再聚焦一下 好 那我们早上到这边 然后下午是一点半 开始 好 下午一点半 那请各位一点半再回来 请各位好好的用餐 好 因为我们的课需要用 需要用脑袋大量的思考 需要用你的心 心力 要付出大量的心力 所以请你中午好好的吃饭 好好的休息 下午一点半见 稍微